我们在开发的时候啊 如果使用int类型的时候 那这个数字长度不够的话 那可以考虑使用浪类型去替代它 那如果要是这个数字特别长啊 浪类型也放不下它 那该怎么办呢 这样啊 Java源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这样的类 这个类叫做biginteger 那这个类里面呢 可以存取非常大的长度的数字 那我们来通过代码演示一下 我来新建一个包 包名就叫big吧 大 来新建一个class bigintegertest01 这里面呢 咱们给大家演示一下 biginteger这个类 那要使用它的话 咱们首先要创建一个biginteger的对象 那在这个括号里面啊 咱们可以给它传一个参数 这个参数呢 就是那个传一个数值就可以啊 只不过这个数值是字符串格式的 那我这里呢 咱们就补写特别大的了 只是给大家演示一下 咱们就来个100吧 倒包 那我把它拷贝一下啊 在下面呢 我再创建一个biginteger的对象 b2 然后呢 给它复值 复上2 注意啊 这两个地方都是string类型的啊 字符串类型的 接下来呢 我想对这两个数进行加减乘出运算 那我们来演示一下 首先呢 咱们来演示一下b1加b2 那要计算b1加b2的话 咱们就不能使用这个加号了啊 那因为这是个对象呢 对象里面啊 它会提供了一些方法 那在biginteger里面提供了一个加的方法啊 叫做add add 就是它 我要计算b1加b2 要对用b1上的方法 这样子呢 可以计算加法 之后呢 再是减法 减法呢 那叫这个啊 subtract b1-b2 这是减法 乘法 乘法 multiply 这个是成法 之后呢 还有除法 divide 除啊 除法 咱们来执行一下 看看 那咱们来看一下啊 呃 第一个 它俩相加的话 100加1加2是102啊 那第二个 呃 这写错了啊 这应该是b1-b2啊 100-2应该是98啊 那它相乘呢 就是200 它俩100除以2呢 就是50 那这个呢 就是biginteger里面的加减乘数的方法 那当然了 除了这些方法啊 还有其他的一些方法啊 咱们再来看一个 有一个 取鱼的啊 计算除数和鱼数的 咱们来找一下 啊 就这个 divide and remainder啊 这个呢 因为它要计算两个结果啊 一个是除数 一个是鱼数 所以呢 它返回的是一个数组啊 那咱们前面来一个 biginteger的数组 来接收它的返回值啊 之后呢 来便利一下这个数组 执行一下看看 那100除以2 除数是50啊 余数是0 因为它能除尽 那这个呢 就是biginteger里面常用的一些方法 那以后在工作当中啊 如果你使用的这个数字比较大 或者是你参与到一些项目啊 这个项目对数字的要求非常大 就要注意使用biginteger 那因为lone类型和integer类型可能已经满足不了开发了 就不说梁的熟灯的时候 我一定会让哦